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呢?养花的时间久了,在花盆的底部,在花盆的上面,还有花盆的各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些白色的粉末 如果您花盆里面也出现了这种白色粉末,那么恭喜您,您的花盆已经中招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伊拉哥姜思爸爸,如果您也在这花盆边上底下都发现了这种白色的粉末呢? 那么我跟你说,您已经中招了,为什么说中招呢?因为您的花盆应该已经很严重了,严简化了 很多朋友听网上的专业人士说,花盆严简化就是在土壤表面错了 其实花盆里面土壤严简化呢,最刚开始应该是在花盆的底部 因为我们不断的浇水的过程中,会把土壤里面的一些盐跟碱给带出来 带出来之后呢,会停留在您的花盆的底下 所以呢,我们养花的时候呢,如果你害怕盐碱花,害怕土壤板结 你应该第一时间检查是花盆底部有没有这些白色的粉末 而不应该是看花盆的土壤表面 因为等你花盆土壤表面已经有这种白色粉末了吧 那么您只有唯一一种操作方法就是换盆换土了 因为这个时候您再处理什么东西,神药也救不了这种土啊 那我们刚开始发现花盆的底部有这种白色的盐的时候呢 白色的粉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要先弄懂这些白色粉末的来源在哪里 其实更多的来源只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我们平时浇的水 第二个是我们用的肥料 这两种东西都会带来大量的盐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咱们聊聊水 水呢,很多朋友习惯了用自来水 而自来水里面就含有大量的氯气 还有各种的细菌、虫冷、微生物 这水里面就有大量的碱性成分 我们都知道水里面有碳酸钙嘛 是不是?这些东西就会在花盆里面沉淀 慢慢的形成盐碱 然后呢,在花盆表面渗出来 所以自来水氧化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操作 第二个就是肥料了 如果你大量的食用复合肥 这种人工合成的化工类的肥料 那么这个土氧、盐碱化是很正常一个事情的 任何的花盆都逃避不了 复合肥这个东西里面就是大量的盐嘛 这种盐不断的堆积在花盆里面 有些东西被植物给吸收了 比如钙啊、铁啊、钾啊 当然复合肥里面就是淡淋钾 淋跟钾被吸收了之后 剩下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盐嘛 这些盐就会慢慢的积累在花盆里面 随着我们不断的加水就会出来了 弄懂了来源 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我们是首先应该停下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制来水 第二个是复合肥 化工类的肥料 这个两个都应该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往花盆里面添入两样东西 一个是细菌 另外一个是细菌的范 两个东西来源是怎样? 细菌我们可以往花盆里面添加点盐菌 化解是比较菌含量比较多的东西 比如大家经常喝的米醋啊、啤酒水 这里面都含有大量的细菌 定时给花盆里面浇一点 可以非常有效的缓解这个盐碱化 但是呢,我们只给细菌 不让细菌吃饱了 这些细菌在这么盐这么咸的花盆里面也会死掉 所以为了让这个细菌不断的壮大 肿菌让细菌可以在花盆里面繁衍 我们需要给细菌买点湿的 简单点我们可以给它提供点红糖 这个红糖可是细菌很喜欢的东西 复杂点我们可以给它一点发酵好的厨余垃圾 我们平时拿个瓶子 把那个厨余垃圾果皮蔬果全部塞到瓶子里面 放在太阳底下晒 那个厨余垃圾就会慢慢分解成一种细菌 非常喜欢吃的饲料 有了这种饲料 有了这种细菌 然后呢花盆里面就会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那个输松状态 然后呢盐碱也会慢慢的被细菌的分解掉 这样子您花盆就会很简单恢复过来 当然呢前提是您的花盆表面还没出现大面的盐 如果花盆表面都出现了盐 那么您的唯一一种办法呢就是换土 换土换上一些比较舒松透气的土 然后呢还是一个事情就把自来水跟那个化肥给停掉 这样子您的花盆植物就会恢复到正常做的 好了今天简单介绍 如果在花盆底下发现这种白色的粉末 那么大家要注意了 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我是伊拉克家事爸爸 感谢大家 拜拜